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Markdown 今天咱们的标题 大家请看 超文本链接 什么意思 是这样 就说在HTML当中 有一个标记叫做A标记 它干什么呢 它是做文本链接 超文本链接 它的作用是 从A网页 咱们可以链接到B网页 或者说从A网站 咱们可以链接到B网站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HTML的标记 当然 Markdown也支持生成这种标记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 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超文本链接的书写 写法 该怎么写 其实非常简单了 实战演习 我把标准的写法都给你列出来 咱们一个个试 首先 首先我先启动咱们的Markdown的调试器 OK 启动了吧 在里面咱们试试 咱们先来这一个 比如说链接到我的网站 口码video 咱们就直接敲吧 httb 加不加s都行 都能够链接过去 然后是冒号 斜杠斜杠 然后直接敲域名 拷贝过来之后 大家请看 右边生成了 对不对 点击一下 就能够链接过来 没有问题吧 我再回来 重新开启 再来一遍 我是按住这个Ctrl 按吧 因为这样 我如果不按 Ctrl 按的话 它是在本页中弹出 对吧 我按住Ctrl 然后在一个新的Tab中弹出 过来了吧 说明它能够生成HTML的连接 咱们看一下 它生成的Tag是 大家看 这地方 生成一个A 对吧 这个A里面有HIF 就是说我连接到哪去 这是我的新网站 然后呢 A的内容 也是我的网站的链接 没有问题吧 接下来 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怎么写 大家注意看 前后加上一个监括号 在监括号里面 敲上您有链接的网址 试一下 这个写法都可以 考虑过来 大家看 右边也生成了吧 咱们看一下 生成的HTML有什么区别 完全的一样 对吧 没有问题 换句话说 咱加上前面的监括号 都能够生成 这看您写文档的风格 我推荐是 前后加一个监括号 已是和一般文档的区别 然后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 也能够生成 没有问题 OK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可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 大家请看 我这个地方生成的 HTML的链接的内容 文本 大家请看 是我的网站 有时候我不想要网站 对不对 我想要我自己的文字 比如说像小马视频 链接之后 点击之后 再链接到我的网站 那这个地方的文字 怎么控制呢 就这样控制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要敲一个中括号 在中括号里面 写上咱们抄文本链接的文本 然后链接到哪去 后面加一个括号 在括号里面 敲上咱们的网址 试一下 看看它如何生成 放到下面 试一下 Go 大家看 右边还是有个链接 但是文本文字内容 变成了小马视频 对不对 咱们先看一下 它生成的tag的内容 大家看这个地方 A 没有问题 HREF跟刚才也是完全的一样 但是注意看 A文本里面嵌套的内容 可就不是网址了 是我刚才生成的 这个中括号里面的内容 小马视频 对不对 然后点击之后呢 也能够链接到我的网站 也能够链接到我的网站 对不对 OK 还有一种写法 还有一种写法 咱们写 往下看 最后一种 中括号 然后敲上文本链接的内容 没有问题 然后括号 敲上要链接到哪去 网址 括号里面 其实有两个参数 中间架空格 第二参数是什么 是A标记的title属性 也就是说 当我把属标放上去 还没有点击的时候 浏览器会给我提示一个tweet tip 它显示内容 就这个地方 咱们马上试一下 拷贝过来 运行 大家请看 这出来了吧 咱们先看它生成的tag 大家请看 A没有问题 HREF没有问题 然后我这个A里面内容 先把视频没有问题 大家看这title的地方 A标记 生成一个title属性 这个title属性的里面 是小马视频 个人频道网站 就是咱们 这个括号里面的 第二个参数 对不对 加空格 然后再加上一个双眼号 里面的内容 它有什么作用 这个是HTML的知识 就是说 刀把鼠标 大家看见过的鼠标了吧 刀把鼠标移过来之后 注意看 停住 大家请看 这弹出了一个tweet tip 对吧 显示的内容就是 这个A标记的 title属性的内容 上面这就没有 对吧 下面这个呢 因为设了title属性 所以它就有 这就是区别 当然了 咱们觉得这种写法 其实更好嘛 对吧 生成的网页更友好 所以说呢 我推荐您用这种写法 下面这种写法 反正我是非常的喜欢 OK 咱们通过这个写法呢 就能够生成超文本连接 不知道您听没有人有 应该不是很难 OK 今天就是我跟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今天的代码呢 我也放到开中文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成的优酷优趣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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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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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